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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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妈妈说我六个女儿脾气最坏的 因为我性质很急 我很急 然后我很快的就发火 就生气 在此际 因为有很多讯息 禁食语的讯息也好 上那个开示 成语这些的讯息下 我记得我有个禁食语 让我常常被用到 就是你要从错误中 找出自己的责任 例如从孩子的错误 或是假人的一个冲突 你要找出来 你要找出那件错误 你必须负什么责任 通常这样的一个思维下 我会马上说 不说话 就不要再争吵 就找出我的责任在哪里 然后从中再改进 上人是我的靠赏 就好像我小的时候有父母 那当我们长大的时候 师父就是我的靠赏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上人早期创办慈祭 上人一行就是要想帮助寵苦的人 无论在慈善医疗都好 那上人是连自己的生活都顾不了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师父还是要坚持去帮助别人 他靠他的那一份信心 那份信己无私 信人有爱的那份精神 来完成他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 那时候大陆滑洞水灾 我看到这张照片 师父是咬着牙的 然后眼泪就这样滴下来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 我都会流泪 因为有遭到社会的一些攻击 政委员都不想也不敢去做 可是师父就一定要做 师父就没有穿棉衣 也拒绝进食 要体验当时宅民的那种感情 来让弟子们说 这样的一个灾难一定要去援助 就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 师父有这么多的苦 他都可以这样走过来 那我的苦算什么 师父是为众生苦 为大爱而苦